阿祖法在阿吴的指引下,找到了康特昨天工作的麦田。 阿吴还帮助阿祖法约了康特来这里见面。 殊不知,康特太善良,把今天的行程告诉了康特的摄影师。 康特的摄影师为了阻止见面,安排了两个演员骗走了康特。 可惜这一切阿祖法都不知道。 阿祖法很聪明,他没有告诉摄影师今天的目的,而是说了个谎,说是来麦田找工作。 挣点钱,其实阿祖法是在等康特的到来,但是他不知道,康特今天来不了了。 阿祖法在阿吴的帮助下,已经解决了许多生活费的问题。 阿祖法请求阿吴偷偷拿红茶和橄榄油以及伊朗其他特产去卖掉,帮助阿祖法挣取生活费。 阿吴叮嘱阿祖法要自己偷偷着花钱。 别人摄影师知道,阿吴真是好人。 大家好,欢迎来看阿吴海外帮助号。 以后阿祖法和康特的视频,看阿吴的解说就可以了。 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 阿祖法今天安排了外出工作,因此告诉小哥不必过来帮忙。 利用昨天建厕所剩余的砖块,他准备继续砌墙。 凭借多次建防经验,阿祖法已学会不少砌墙技巧, 包括如何搅拌水泥。 泥沙比例也了然于心。 很快,他便完成了水泥的搅拌工作。 小师傅昨天已经砌了一米高的墙体, 阿祖法继续往上垒砖变得容易许多。 他熟练地将水泥抹在砖块上,按顺序摆放整齐。 虽然看似简单,实际劳动却相当耗费体力。 在拍摄者的帮助下,阿祖法迅速完成了剩余砖块的垒砌。 小凯撒戴着红色小帽,在太阳下活泼地转悠。 阿祖法给他倒了水洗脸,看着儿子可爱的小脸, 他露出了甜美的笑容。 尽管生活充满艰辛,阿祖法需要自己挣钱养家, 照顾孩子,还要建防。 但他的笑容却比以往更多。 在康特家时,阿祖法常常显得忧愁, 那里的生活或许有外人不了解的苦楚。 给凯撒穿好鞋子,阿祖法匆忙出门,急匆匆地下山。 他听说附近有户人家今天割麦子,可能需要帮手。 为了不错过机会,阿祖法抱着凯撒快速前行, 不久便来到麦田。 他看到一位穿红衣的女士正在割麦, 便上前打招呼并询问是否需要帮忙。 麦田主人欣然同意,让阿祖法留下来工作。 收割麦子对大多数人而言或许不是男士, 但对怀孕数月的阿祖法来说,这无疑是一项挑战。 他的女儿小凯撒表现得很乖巧, 妈妈工作时,她就在一旁自己玩耍。 尽管天气闷热,但凯撒看起来并无不快, 对他而言,和妈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在阿祖法忙碌时,雇主的孩子带着一袋零食来到他们面前, 懂事地分享给他们,这让阿祖法感到非常感激。 凯撒看到零食后,显得非常兴奋。 急切地让妈妈帮他打开包装。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, 但阿祖法的心情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松愉快。 这可能是因为他远离了那些给他带来压力的人。 对于阿祖法来说, 只要能够收回最后一张欠款单, 他和女儿就再也不会面临被赶出家门的威胁, 他将成为那片土地真正的主人。 然而,对于怀孕的阿祖法而言, 赎回最后一张欠款单并非易事。 目前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, 只能通过打工来筹集所需资金。 拍摄者虽然平时忙于记录, 但为了帮助阿祖法母女, 这段时间也在竭尽全力寻找筹集资金的方法。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, 拍摄者都决心帮助阿祖法母女赎回最后一张欠款单, 让阿祖法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, 从此过上幸福稳定的新生活。 雇主对阿祖法怀孕仍带着孩子出来劳作感到好奇, 于是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和为何如此急需金钱。 阿祖法坦诚自己遇到了困难, 需要工作来偿还债务。 他透露自己被丈夫的母亲赶出家门, 不愿回到那个压抑的家庭, 并已购买了一块土地, 现在工作是为了还清土地的余下欠款。 雇主对阿祖法的处境表示同情, 虽然无法提供直接帮助, 但给予了鼓励, 相信只要坚持就能成功。 谈话结束后, 阿祖法回到工作岗位, 决心加快速度以补回之前耽误的时间。 尽管雇主并未介意, 阿祖法却坚持自己的原则, 不愿偷工减料。 他的勤劳和善良体现在即便身怀六甲, 工作速度依然迅速。 工作完成后, 雇主递给阿祖法薪酬, 并关心地提醒他回家休息, 注意身体。 告别雇主后, 阿祖法带着凯撒返回小屋。 回家后, 阿祖法因过度劳累而坐在台阶上休息。 他为了还清最后一张欠款单而努力工作, 甚至在长时间的劳作中手上都磨出了泡。 尽管疲惫, 阿祖法还是开始了烹饪晚餐的准备。 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, 甚至没来得及喝水, 就点燃了炉火, 提着水桶去准备饭菜。 在烧水的同时, 他利用空闲时间削好了土豆皮, 尽管身体疲惫, 但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幸福的笑容。 阿祖法的愿望很简单, 只希望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, 能够安稳地抚养孩子长大。 忙碌了一段时间后, 晚餐终于准备好了。 简单的西红柿, 土豆搭配无味的大白饼, 虽然这些食物并不丰盛, 但对于目前经济紧张的阿祖法来说, 已经足够满足。 晚餐后, 阿祖法计划休息, 养精蓄锐, 以便第二天如果天气允许, 他可以继续外出寻找工作, 赚取生活费用。 视频最后, 阿吴的橱窗有伊朗人同款红茶, 就是茯苓酸枣仁茶。 至于喝红茶有什么好处, 阿吴就不一一解释了, 以及阿祖法家的蜂蜜。 姐姐阿姨们可以看到, 伊朗人经常喝红茶和吃蜂蜜, 特别是那个橄榄油, 简直是健康的代表, 伊朗人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, 这就是好处。 看完视频, 顺便去阿吴橱窗看看, 喜欢的可以自选下单, 谢谢你们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